嘿 各位大家好 很高興的 這是我們日語慣用語的第22次 這一次呢 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的日語慣用語 真的真的很重要 好 我們看一下第一個喔 第167個 鬼在日文當中它雖然是寫鬼 其實呢 它是妖怪的意思喔 你給的妖怪 這個你呢 是什麼意思 是對象 你給的妖怪 一隻金的棒子 那當然就是如虎天地 它越來越厲害喔 所以這不是鬼喔 這是妖怪 那如果是鬼呢 在日文裡面寫什麼 幽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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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看一下喔 君さえ味方になってくれれば 鬼にかなぼうだ 只要你成為我們這邊的人 成為我的夥伴 成為我的隊友 對我來講就是如虎天意 那各位 這個味方呢 它常常用在正義の味方 正義の味方 就是什麼 正義的一方 我們是正義的一方 正義の味方 好 我們看一下第168個 鬼の首を取ったよう 或是 鬼の首でも取ったよう 好像把那個妖怪的頭給摘下來的 好 所以叫做什麼 如立其功 如獲自保啊 あの人はまるで 鬼の首でも取ったように喜んでいる 好 那個人呢 好像如獲自保似的 好 非常非常高興 我們台語說 高興的 ガナデデューカオレ 有沒有 高興的 ガナデデューカオレ 有沒有 就是 鬼の首を取ったよう 169個 おはちがまわってくる 好 什麼意思呢 輪班 輪到 輪流 輪到他 おはちがまわってくる 那個波會輪到這邊來 とうとう カレに おはちがまわってきた 好 終於輪到他了 とうとう カレに おはちがまわってきた 好 170個 お百度を踏む お百度を踏む 他一百次 意思我們叫什麼 三顧まわる 三顧まわる 多次央求 百般請求 カレの応援を得るために お百度を踏む 為了得到他的資源 那我呢 真的是三顧まわる 去了很多次的意思 お百度を踏む 好 171個 おひれをつける 這個也常常用 おひれをつける 就是什麼 加油添出 加以誇大 所以 話に おひれをつけて広める人がいる 有人是怎麼樣 故意講話 把這個話題 加油添出 然後把它散播出去 話に おひれをつけて広める人がいる 好 172個 おもいにふける 思いにいける 好 那當然不一定是思い 可以用在讀書也可以 各位 這個にふける 指的是什麼意思 沉浸 而且這個有一個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說 它是完全不管其他的事情 它本來要管的 它也都不管了 所以 読書にふけている 好 読書にふけている 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完全沉浸在讀書裡面 其他都不管了 OK ふける這個意思 173個 思いもかけない 思いもかけない 好 反記下來 所以什麼意料之外 連想都沒有想到 思いもかけない 思いもかけないときに連絡がきた 書けない 因為已經有中音了 所以這個とき就不要念とき了 思いもかけないときに 這樣就好了 連絡がきた 在我意料之外 連想都沒想到的時候 通知 連絡就來了 各位 慣用語真的很常用 你去看日劇 連續劇 尤其是推理劇場 像我很喜歡看iibo的推理劇場 裡面超多慣用語 之前有一個粉絲問我說 老師 你教的那些慣用語真的用嗎 我跟你講 我馬上找iibo 才找那一集 前面沒幾分鐘就兩三個了 所以 其實你真的懂慣用語 才知道它到底在講什麼 OK 好 請你把這個慣用語把它記起來 我們剛剛講那幾個 真的都很重要 OK 拜拜